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足许多老将都已经回归球队,而且从球员实力来看的话也是非常强悍的阵容,但是从比赛中可以看出战斗里势差的可以,尤其是在对战卡塔尔球队的时候,国足球员出现了特别大的意外,所以这次国足可是丢人丢大发了。 当然现在的球迷对国足看不到任何的希望,那么就更不用想象这次的亚洲杯,这次最高兴的就是主帅李拼了,因为最幸运的就是亚洲杯赛事,不是在下个星期举行。 现在国足还有一些挽回的余地,但是值得一提的就是本次比赛老球员,还有发展的余地吗? 其实现在的国足更应该锻炼一下年轻的球员。 当然这次的比赛也让许多中国球迷伤了心,但是唯一让我们心爱的一点,就是在武汉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比赛中。 中国又14球队对战韩国又14球队,当然这一次的对战也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在之前的比赛中一比三出给了马来西亚球队,所以这也要许多球迷,非常担心中国足球的未来。 当然这次对战的是一帮年轻的球员,而这次最让人欣慰的是本次幽14前锋球员何小柯。 当场上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何小柯利用点球的机会帮助中国队打进一粒球,当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何小柯球员完全把对方的节奏打乱,何小柯球员在半个小时那就已经把三球打进韩国球队的大吗? 而且在比赛结束以后,何小柯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道,输给谁都不能输给韩国队和日本队,当然这句话也是非常把气和鼓舞人心的。 而且本次的比赛韩国球队也是非常重视的,而且韩国主教练在比赛结束以后也这样说道,其实中国幽14球员是一支相当强悍的球队,而且这位教练还主动提到了何小柯球员。 因为这位年轻球员实在是让他吃惊,因为和小柯球员的技术是非常强悍的,这次和小柯球员用自己的实力,赢得了对方教练和赞许,确实这也是他应该获得的荣誉。 而且和小柯球员也将是过足,未来的希望,现在的和小柯球员还年轻,还有很多的路要走,所以希望未来的和小柯球员能够更加出色和优秀。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或者建议,就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或者关注小编,如有最新的体育消息,第一时间通知您。